小胖熊 你为什么一条小狗都不让我带回去啊 自己看 黑豹 小黑还有小黄哪一只不是被你养死的 记住 以后只要有我在 就不允许你养狗 啊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兄弟们 没错 我回家来了 昨天小胖熊连一条狗都不让我养 所以我就意气之下 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回了家 到现在 我们连一条消息都没有发 哼 这次我是真的生气了 哄不好的那种 不过呢 因为前几天是中秋节 所以我打算去我奶奶家一趟 给他们送点月饼 随便在他家见到一个狗屋 等过几天 咱们去狗室买一条小狗继续养 看小朋友他能怎么贴 爷爷奶奶 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一人一个月饼 另外我准备在你们家见到个狗屋 你们会不会支持我 好 有你们这句话就行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兄弟们 这边老院子里面还有许多砖头呢 我先用三轮车全部给挪过去 努力搬砖中 我奶奶也来给我帮忙了 奶奶 就辛苦你把这些砖头先拉回去 然后呢 我出去买袋水泥 等一会就去找你 王雅乐 你扛那水泥干什么去 你怎么回来了 小胖熊 我回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你不是不让我养狗吗 我偏要养 所以扛那水泥去我奶奶家见到狗屋 那个王雅乐 之前我说的都是气话 对不起了 啊 气话 你没骗我 真的 我看到你这么辛苦的扛水泥 给兄弟们拍视频 然后见狗屋 我觉得大家看到后肯定会给你的视频点赞的 所以我决定以后让你养狗和拍视频了 太好了 小胖熊 你终于想通了 走 我陪你一起去 好 奶奶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小胖熊终于同意 让我养狗和拍视频了 没错 我今天要陪着王雅乐一起建造狗屋 哈哈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干 加油 小乐 我帮你和水泥 行 小乐 水泥已经和好了 先放在这里吧 等会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技术 奶奶 水泥不够了 赶紧加水 盖完了这一堵墙 我实在是太累了 让小朋友接着干 兄弟们 今天狗窝就完成这么多了 我估计明天就可以封顶了 小朋友 等狗窝盖好了后 咱们养什么品种的小狗好呢 我听粉丝们的 行 大家说是养一条 没有太大理想和抱负 家人健康平安我已足足 非是别人眼中的小人物 全是情人依赖的顶两柱